天啊杂志每个月一次的经济有解 我们今天来说说台湾的创业难题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想创业 跟国际相比 参与新创事业的工作人口 仅次于美国、大胜新加坡、韩国跟日本 台湾的创业动能强烈 但创业家都顺利地活下来了吗? 从跨国资料来看 台湾企业阵亡的比率 比美国、新加坡、韩国都来得高 从另一笔资料来看 台湾新创企业的比率 跟企业的阵亡率的差距越来越小 新创企业比率慢慢降低 但企业的阵亡率却增高 如果进一步研究 就会发现企业关门的高风险群 其实就是新创企业 台湾企业的平均寿命 从1995年开始 创业不到5年的企业占比 就明显地下降 经营超过20年的企业占比 则不断地上升 为什么台湾的企业 变得跟台湾的人口结构一样 越来越老呢 口袋够不够深 是企业生存的关键之一 从1985年开始 新创企业的资本额 跟现有存活企业的资本额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从1996年开始 存活企业的资本额就不断地往上提高 2013年直逼3400万 反观 新创企业的资本额却还停留在500万左右 换句话说 企业能活下来 赢蛋就要够充足 为什么在台湾创业变得那么难 原因之一是台湾的法规僵化 让新创企业陷入了要钱 还是要权利的挣扎 在国外 法规允许新创企业 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认股 拥有掌控权 它既要到钱也要到权利 但在台湾 一个新创团队如果自行出资10万 外部的投资人出资90万 这家手握100万的公司 股权会怎么分配呢 在现行的规定下 创业团队的股权 只能按照比例分到少少的10% 但外部投资人 却能够分到90% 这让部分的新创团队感叹 有钱人就是大爷 没有制度可以保障公司的创办人 不过就算松绑法规 台湾新创企业就能好好的生存了吗 答案也不一定 近年来国际知名的创投捧着资金 纷纷到台湾来看案子 但他们发现 台湾的创业者不够了解国际趋势 国外市场文化 不知道国际创投会用哪些产业指标 来评估一个公司的价值 就算外国人捧着银子上门 台湾创业者却有可能看得到却吃不到 最后一个原因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 台湾的社会氛围 到底鼓不鼓励新创事业呢 不少创业者 因为离开了稳定的工作 专心创业 背后都有一段 跟家中发生争执的心酸故事 如果父母坚持小孩子选择安稳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就会少了一点创新的可能 我们到底该如何修改法规 搭起国际的桥梁 让创新跟创业健康长大呢 更详尽的创业困境跟专家解放 请看天下杂志最新出刊的经济邮解 也欢迎你上天下杂志网站 搜寻经济邮解 表达你的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vatилось